来台发展多年的玛格丽特 过去因上张飞的节目而爆红 两人还因节目上暧昧互动而有荧幕情侣之称 除了演艺事业外 玛格丽特也在白沙湾租屋叫瑜伽 一个月收入大约十万 而感情方面则有一位交往九年的男友 小两口也论及婚嫁 图片来源,苹果日报,夏同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玛格丽特去年上张飞的节目被问到感情 曾表态已单身,外界全写她分手了 但其实就只是小吵架 而玛格丽特的男友Marco是意大利 伊斯基亚岛上的饭店小开 两人交往九年都是远距离恋爱 由于彼此都无法放下工作 只能趁着男友经营的饭店淡季两人才能见面 虽然男友曾多次求婚 但碍于距离的关系 玛格丽特迟迟没有答应 如今也传来好消息 玛格丽特的经纪人说 两人已考虑结婚 玛格已38岁了 甚至可以先有后婚 不仅如此,她在台湾除了经营瑜伽事业 去年还砸下200万开手摇影店 由于生意不错 至今半年立刻投入微风二店筹备 三月底开幕,许多国家也来台坛合作 可谓是爱情事业皆得意 图片来源,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 恭喜她 阅读全文